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2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来看到近期国旅逐渐升温,再加上适逢暑假当期 花莲县政府是特别推出花莲好镜选物品牌 打造了秘密茶玉期间限定概念店 22日是在新一ADD4FUN五楼正式开幕 而县长徐珍威表示,花莲好镜是县府推出的城市品牌 那么希望藉由更贴近大众的方式 将花莲好的农产品以及文物 透过沉浸式的这样的香气体验 以及贴近自然的生态、生活态度、深度 与大众来分享花莲的美好 花莲好镜品牌结合了花莲各式在地特色 农产选物以及台湾地方生活 这次推出秘密茶玉期限定概念店 以一起一会,以茶会员的心情出发 让所有寻觅实在好茶的朋友们 能够一瓶花莲蜜香红茶的独特蜂蜜 在充满果香蜂蜜香的丰富味蕾当中 体验花莲在地的美好 而除了可以购买花莲特色选物之外 消费者可以在视线网络登记体验 或是采取现场排队方式来体验 全线生活跟我们的很多公司 第一次忙在买入公司有社会 尤其是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花莲品牌的形象馆 然而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花莲的美好 透过我们这个展场 介绍给我们所有的能源 所有的好朋友 当然出发改装车以后 花莲真的好记忆 尤其是在每一个展期 每一个值得特色的行销 里面对花莲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希望花莲成为达得心好花莲 店内贩售的蜜香红茶 全数经过花莲新政府进行严选 其中更有202里蜜香红茶 品鉴中荣获金银铜牌出荣茶品 因而命名蜜香红茶 花莲低海拔低维度高温高湿的自然环境 在花莲毫米果市级消费可以自备容器 最后选购原香特级毫米 一起享受没有包装负担的健康原味 2020年一起到处在7月上旬收割完毕 并可以购买最新鲜纯健的花莲毫米 兼具环保健康的新鲜味 接着蒋邦彦 台北社报道